21人溺水身亡,埃及关闭死亡海滩,埃及有关部门,近日下令正式关闭位于海边城什亚历山大的棕榈滩,由于巨浪等因素,棕榈滩也被当地人称为死亡海滩。 据民房和海滩的工作人员介绍,今年年初以来,已有21人在此溺水身亡,本月初,10名游客在棕榈滩进海细水时被冲远,造成6人溺亡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